這一題也是一個學生發的一個問題 他是用人工以前真的就用人工處理 然後呢處理出要這個把黑名單裡面找出 他一個清單裡面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並且把列出結果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先把這個旧的先先關掉好了 先把它關掉 這個 那把那個範例檔裡面 這個範例檔裡面黑名單篩選這一題打開來 那這一題其實那個邏輯非常簡單 分成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就是要查的 好要查到底那個email有信箱是不是在這個 清單 那第二個 工作表 第二個工作表 第一個嘛要查的 查這個 黑名單 這是所有的黑名單 那這個黑名單裡面呢總共 他是截錄了一部分 就是大概兩萬兩千多筆 不過 根據那個同學的說法是說 他的黑名單其實 超過這個數量 那他 就是只有給我一個sample 給我一個sample 那最後的查詢結果 他是希望怎樣 列在這邊 所以會有 123 那當然最好是可以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列出來 你當然會是更好的 不過呢 怎麼做 這也呢 如果不行 我看恐怕你也只能怎麼樣 查詢名單 Ctrl C 切過來 Ctrl F F 找找看 可是這樣好像不是一個好策略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策略 今天後來我想一想 如果 當然剛開始我想到的還是用程式來解決 就是寫VBA 不過寫VBA 導致當然是 盡量 能夠不寫程式 當然盡量不要寫程式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寫程式 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其實 用一個函數就可以搞定了 其實用那個 剛剛用的Congif 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 Congif怎麼做 第一個 一樣 請你把那個黑名單這個範圍 先建一個名稱 所以 有不要放上面 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 先建立 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 建立 頂端列 把這個黑名單 先建一個名稱 那表示說 這個是一個 我要查詢的一個 一個資料表 這一個類似Table 然後呢 查詢名單 一樣就是 查詢名單不用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游標放在查詢名單 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一樣是Congif 你想說 Congif這麼厲害嗎 試試看就知道 Range Range是什麼 要查的範圍 那在哪裡 F3 黑名單 有沒有 按確定 Criteria 就是它嘛 對不對 它 在 我剛剛的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出現 按確定 有出現 出現幾次 一次 所以其實 如果我將來要找 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 我只要把它點兩下 不過這點兩下 你會發現它這個會卡一下下 而且它要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預算 但是 但是至少 比你 人工處理 來得快很多 OK 那你會發現 這邊不是 會出現有1的 或者是大於1的 那就表示說 這個是我要的黑名單 好 那當然再來的話 你就可以 可能用一個什麼呢 用一個篩選好了 比如說 再來你可能就是 資料裡面有一個篩選 那篩選什麼呢 篩選如果裡面是1的話 才出現 那再把這個篩選的結果 Ctrl Shift 向下 再Ctrl C 怎麼樣呢 把它 直接貼到什麼 查詢結果這個範圍 欸做完了 對不對 這樣感覺應該 會快很多吧 不然以前 你光想到這個就頭痛 像之前這同學就是為了這事情非常頭痛 所以他才選擇上課啦 那但是 這個畢竟是需要好幾個步驟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你可以一個步驟 按下去 自動幫你 全部完成 因為如果你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後來呢 我又發展出 因為用函數 它有個缺點 效率太差 大概我之前有用那個一個計時器 大概跑了5秒多啦 其實5秒多 應該還是可以接受啦 但是感覺上 如果你不要等那個5秒多 後來我就想了另外一招 用字串比對 大概不到1秒鐘 就跑完了 好 不過 跑的過程當中又發現黑名單裡面 他因為要跑5秒多 所以 他如果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那個 就是 類似像 這個 這個是我後面的 講義裡面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 目前進度 讓使用者 讓使用者知道說 跑完了 這樣子的話 感覺會friendly 一點 但是這個又有點 難度高一些些 後來就是有一個 一個階段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我剛剛講的方法 你會發現 很快的 可以做完 可是如果 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的這些東西 最後篩選 再把它取消掉 然後就完成了 那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一鍵完成 按下去 全部幫你跑完 有三個階段 1 2 3 等一下再來看 OK請各位 先把那個 黑名單篩選 試試看 我大概階段 1 把這邊做一個名稱 2 把這邊 用conif 去查一下 3 我用了篩選 大概就三個步驟 事情就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 這些東西 你將來 如果要變成一鍵完成 你就可以變成 你以後不用做那麼多動作 按下去事情就完成了 那方法當然不外乎就是 一樣把那個公式 丟在你指定的位置 它會有個結果 再把 那裡面的資料 幫你call到 那個 清單裡面 就是查詢結果 那如果要提高效率 可以用那個查詢 用那個字串比對的方法